查詢的資料我把它先這個篩選把它取消掉 其實本來應該是有5000多筆的 那可是因為我是擔心說跑太久 會跑因為那個效率不好 而且這個範例 因為我教這個課已經十幾年 十幾年前的電腦沒那麼快 所以以前光跑1000筆的比對就跑了好久 可是現在電腦都變快了 所以其實好像比較沒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要查詢的是把底下的資料也全部都加進來的話 那當然它可能5000多筆 鉛筆大概跑這樣 如果5000多筆不是要跑五倍的時間 有可能 所以這個可能打開的話 當然要特別注意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中間要加一個空白的列 主要如果你把它隔開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不是一個連續的範圍了 所以grange其實是範圍 如果你不連續就不是一個range 就不是一個範圍了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把它連續 你可以把這邊把它刪掉 那問題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另外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把那個剛剛的程式執行的話 它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會直跑 會把底下查完了 其實應該是會還是不會呢 理論上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的程式裡面 不知道各位沒印象 就是裡面有好幾個地方 其實是範圍有沒有 被我們寫固定的 哪些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1000有沒有 這邊又1000 那這邊又1000 所以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三個地方有沒有 那如果這三個地方 假設你都1000 那表示說你查的範圍 第一個啦 你的向下填滿的位 填滿的範圍也一定到1000了 然後你的篩選的範圍也是只有到1000 還有你複製的範圍也是到1000 所以這三個範圍通通都不對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說你要寫一個 這個程式是不要管說將來是到哪一列 不然你說1000 那以後如果假設我們現在改成什麼 改成Ctrl向下 這個應該是到哪裡呢 這個篩選 篩選把它關掉一下 如果我把它改成Ctrl向下 那你會發現目前的話到5579 OK 那所以如果假如 未來也許不一定是這個數字 可能是更多也可能是更少 那你不可能說每一次都去修改它 你說老師那我知道 我現在把它改成5579 然後這邊又改5579 又改三次 那下一次又變動 那又再改 那這沒有意義吧 那如果寫程式好像就有點變成說 沒有辦法達到那個自動化的目的了 自動就是你不用再去管說到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你可能要再增加一個變數 那也就是說這個變數 你必須取得它目前最下面一列 到底在哪裡的這個訊息 然後把那個目前在哪一個位置的列 把它存在那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地方下面 增加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也就在R好了 R等於向下追蹤 我前面好像講的蠻多 就是向下追蹤的這個方法 還記得吧 游標放A1有沒有 然後呢 讓它Ctrl向下 它停在的這個列 把它們列的這個數字 傳回給我 有沒有 所以我一直強調是很重要 你要會寫喔 這個好像滿常會用到的 那寫的方法很簡單 游標放在A1 用RangeA1來表示 然後呢 後面加上一個向下追蹤 所以Ctrl向下就是END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AND 向下的話是前刮弧 然後呢 向下是XLDOWN 所以就選的 我是建議用選 不要用打的 就是你打一個刮弧之後 它會跳上下左右 那你 假設你要向下追蹤 你就XLDOWN 當然你可以向右追蹤 哪一欄 這個還滿常用到的 那我們選這個XLDOWN 後刮弧 然後呢 因為向下追蹤 它得到應該是這個資料 可是我不是要這個資料 我要它這個的列 所以你後面再加一個點落就可以了 好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那目前這個R裡面放的呢 那就會是 五五七九這個數字 不過可能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將來按按鈕的時候呢 其實會是在這個工作表 而不是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喔 還有一個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 如果假設呢 你現在前面沒有加任何工作表的名稱的話 它會以為你是在查詢結果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 你油標A1向下追蹤 還是到二十八 而不會到五五七九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讓它換到這邊的話 記得怎麼做呢 記得喔 在這個Range前面加什麼 加SHITS 有沒有 然後那個 我用這個來複製改好了 這個 SHITS查詢 這個查詢名單 所以這個改一下 查詢名單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1向下追蹤得到列 好 這樣就OK 所以喔 這個比較麻煩是向下追蹤前面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一定要加 這個很容易出錯 好 如果沒有錯的話 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R放在1000的位置 那因為1000剛好右邊已經是雙1號 已經是自串的結尾啦 所以你只要把1000選起來 deletele掉之後 移到雙1號外面 andR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它就把5579串在這個後面 跟B串在一起 就是B2到B的5579 那這邊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都一樣 把這個1000deletele掉 移到雙1號外面 andR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這邊也是一樣 反正就做三次就對了 然後這邊也是這樣 andR 然後空白 標準化步驟 OK 不過特別是 除非說你1000右邊剛好雙1號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能這樣 你就要用前面講的方式 就串在中間 好 理論上應該OK的啦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讓他試試看 不過理論上我不確定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正確啦 所以我教各位 最好是你用增錯的時候用F8啦 要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就是說 因為我剛寫這個程式 所以我也不確定說 這一行是不是會正確 也可能會錯啦 再厲害的人也沒有把握啦 說真的 像我們寫再久的時候 一定會出錯 怎麼辦 停一下 保證 確定對 再放行 不確定再修改 再倒車 保證正確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如果 增加一個程式 然後我就讓他停一下 OK 好 接下來呢 就讓他run一下 有沒有 他run到那一行 有沒有發現 停住了 停住之後 你再配合F8 按F8 所以喔 中斷 執行 有沒有 然後按F8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再把油料放在R上面 看一下R那個數字 是不是跟你預期的一樣 5579 那不錯 那沒有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底下就放心了 所以放心的話 你就讓他全部跑了 就不用管他 所以這個中斷就可以拿掉了 表示應該這個地方 我沒寫錯 剩下應該這個 不會有問題的 執行一下 OK 因為有變成5000 所以時間理論上會增加5倍 5.5倍 所以喔 也還好 我看一下 這怎麼做嗎 是跑完還 哎呦 OK 所以果然是比較久 OK 好啦 所以喔 這個密方的話 就是增加 那一樣喔 如果是聚集錄製的話 當然一樣的做法 所以喔 這個可能這邊要改的話 這邊一個嘛 那這邊兩個 為什麼這邊只有兩個 OK 我看一下這個程式 在雲端上面其實也有加 在第三頁地方就加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一個 這邊兩個 為什麼這邊只有兩個 OK 好啦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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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